还是飞机拿大枪给个面子刷我王 给个面子看阿旺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旺 废话不多说 你肯定是看了标题点进来的 那么咱们就开门见山 首先普及一下 那些关于老沙过去 绅士及性别的台乡 都来自于人游王这句话 以及他要干掉白胡子的行为 然后我前两天在回看老沙片时 看到老沙说的这句话 信赖是世界上最美用的东西 要知道漫画中 几乎每句台词都有它的作用 更何况是这种刻画人物 鲜明性格的话 而且这里的画面 还是个强调性的大特写 那么这么说的原因 一般都是由于被信赖的伙伴背叛过 或者对信赖有过期待 但最后很失望 还导致了不好的结果 但是翻遍整个沙尔片 也只发现一直都是老沙 才泄磨沙驴 比如山智甲班的小三 说错了一句话 就要立刻下令磨沙小三 一直在身边的罗宾 一旦持续价值 就要干掉 总之在杀恶片中 老沙一直是一个利欲寻心 心狠手辣 辣手催花 花见花开的形象 也一直都是他在玩弄别人 根本没有人背叛他 那就说明老沙 这一点性格形成于以前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老沙 在袭击白胡子时 大多数海贼 包括白胡子的鹅子们 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而在行星前 老沙旧爱思时 战国对老沙说 本以为你和白胡子有旧仇 会对我们有用 然后明哥此时也说了吃醋的话 搞了半天你甩了我 要和白胡子联手 老沙的回复是 我不会和任何人联手 那么不会与任何人联手 也就意味着 不会像陆飞罗那样 结盟信赖他人 所以顶上战争结束的三周后 老沙来到了新世界 接受了动物园 当四眼园 成为了梦寐以求的小动物保护者 杨归正传总结起来有三点 一老沙还是个菜鸡的时候 人要网球认识他的 二老沙曾经经历过 同伴的背叛或信赖被辜负 三老沙和白胡子有旧仇 而且是战国那种级别 或年龄的家伙才知道的事情 时间非常久远 甚至与海军有很大关系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同样时间久远的 洛克斯海贼团及神之谷事件 按照战国的说法 卡普和罗杰联手 打败了白胡子 大妈凯多都在了洛克斯海贼团 保护了天龙人 还说当年大妈和凯多的实力 没有现在这么强 但是这里却没有提到白胡子的实力 却说到海军英雄卡普的命号 就来自于这场战争的胜利 然后在顶上战争 白胡子和卡普从来没有交互手 却有过这么一幕 卡普打费马克 大家感叹 船上中的海军终于动手了 白胡子就先望着卡普 嘴里念叨了一句 卡普 然后说不要被他的名号给吓到了 不过是个老兵而已 这里白胡子有鼓舞失气的成分 但从表情上看 肯定也有想到了什么 同样 卡普听到白胡子说的话 第一次露出这么认真的笑容 给人一种既是朋友 又是敌人 又共同经历过很多的感觉 这种感觉 盖过起来就像 桃李春风 一杯酒 柬湖夜雨 十年灯 杜尽结波 兄弟在 兴风一笑 敏恩仇 然后我们在此技术上再来看白胡子所说的 不要被他的名号吓到 卡普的名号又来自神之谷事件 那么我们大胆推测 白胡子当年虽然在洛克斯海贼团 但罗杰和卡普联手后的对手中 并没有白胡子 因为就像这个海军说的 洛克斯团是一个十分残暴的团体 船上残杀同伴的情况接连不断 而一心想要family的白胡子 肯定不喜欢也不会在这种环境下久留 然后从白胡子之死 时的人物设定解释来看 白胡子没有任何逃跑的痕迹 所以在结合神之谷洛克斯团的败迹 我大胆猜测事情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38年前老沙八岁左右 作为洛克斯的孩子目睹了神之谷事件的石墨 当时由于某种与天龙人有关的重大紧急事件 海军不得已与罗杰海贼团联手 共同对抗洛克斯 得知罗杰海贼团要参战 洛克斯计划让最信赖的白胡子去拖住洛杰 他则在主战场神之谷与卡普等海军战斗 然后白胡子与罗杰相遇后 两人交流了一些事情 可能和洛克斯称霸世界的目的有关 可能和天龙人有关 于是白胡子决定不再阻拦罗杰 这才有了罗杰和卡普共同击败洛斯团的结果 而遇到这结果的白胡子内心自然不舒服 然后保护下了尚且年幼的老沙 但他的脸上却在战场上留下了长长的疤痕 在得知白胡子并没有按计划阻拦罗杰后 老沙心中便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而且不再信赖任何人 成为了未成功不择手段的家伙 然后伴随着老沙的不断成长 他数次挑战白胡子和罗杰发生小战斗 但结果并不太好 于是在24年前 也就是老沙22岁的时候 目睹了罗杰的属性 那自小就知道古代兵器的他 决定开始通过古代兵器 加强实力成为海贼王 后来在阿拉巴斯坦精心策划 多年却在两年前西拜于陆飞 之后被关进海底监狱 在得知即将发生战争 可以趁机干白胡子后 同陆飞 人游王等人共同越狱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大家就都知道了 还有一点事实 或许能够佐证这一点 就是老沙仇视白胡子 但白胡子似乎并不仇视老沙 但这期间老沙还当上了修矮 还有如果大家同意 他哪个阶段都可以变个性 甚至是洛克斯让他变得性 总之老沙这个人物 还是人气颇高的 正所谓 左手金狗右手风霸 其外路骨争争 海底监狱桑 骑袭老爹遭反转 鱼鹰眼急救路飞展翅选 昔日败季何其远 依然浑身都是丹 祸曾转性奋图强 寂寞古城堵冥王 回看功名陈河土 雄心激荡风雨沙 好了如果大家喜欢这种推测的视频 不妨点点关注支持一下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要去烧碗了 我们下期见 Goodbye Bye